尤文图斯之前能够在联赛中风生水起也是因为C罗提供了很大的贡献 如今C罗远赴曼联 尤文图斯失去了精神支柱和进攻端的核心 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尤文图斯已经想到了C罗的离开 势必会给球队带来不利影响 但是没有想要副作用会这么大 直到现在为止也没能缓和 新赛季尤文图斯的排名一下子落到了第七 根本没有争夺冠军的优势 就连前四也非常的费劲 他们已经和排在榜首的国际米兰有了两位数的差距 想要反超和追评都是不太可能的 进攻端的下滑给他们带来了太大的影响 从数据就能看出来 尤文图斯的进球有了明显的下滑 18轮比赛结束以后 尤文图斯进球只有可怜的25个 榜首的国际米兰的进球数量已经接近他们的两倍了 这样的成绩显然不能让管理层满意 所以东窗转会期也是他们冲击新赛季排名的最后机会 根据巴伯体育数据消息显示 尤文图斯在防守端的表现还是很稳定的 和上个赛季没有太大的出入 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进攻上 失去C罗以后他们的进球效率也无法得到保证 所以他们也会在东窗转会期引进一名射手球员 伊卡尔迪就是最合适的选择 伊卡尔迪成名于国际米兰 他在一甲确实也有高光时刻 而且还得到了一甲金靴 如果不是因为薪资的问题 和国际米兰无法达成一致 他也不会最后选择巴黎圣日尔曼 来到巴黎圣日尔曼的伊卡尔迪 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 巴黎圣日尔曼的阵容却是很豪华 每个球员的个人能力都非常出色 所以伊卡尔迪在巴黎圣日尔曼本赛季的20场比赛中 只有9次首发的机会 数据也没那么惊艳 巴黎圣日尔曼已经有了想要出售他的心思 尤文图斯也是看中了他的能力 所以很有可能用先租借后买端的方式得到他 巴黎圣日尔曼还是非常愿意接受尤文图斯的报价的 毕竟伊卡尔迪离开以后他们的薪资空间能够得到释放 而且还能赚取不少的转会费 伊卡尔迪回到伊甲也是可以极差极用 丝毫不用担心水土不服的情况 这也是尤文图斯非常满意的一点 比起尤文图斯的兴奋 国际米兰就没有那么开心了 他们太明白伊卡尔迪的实力了 所以他的回归势必会给尤文图斯带来助力 也会给国际米兰带来压力 甚至会威胁到他们的冠军宝座 因为伊卡尔迪一甲联赛也会悬念再起